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查方。 我刚醒来时,就已经察觉出了不对劲,床榻不是我熟悉的,四周的陈设,也是我从未见过的萧条破败。 就连素日最爱跟在我身后,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地扇耐,此时也不见了踪影。 我挣扎着从床榻上起身,却发现自己的动作带动着一阵铁链声响起。 我动作微愣,接着慢慢低头看去,自己的四肢都被拴着铁链,而铁链上贴了许多符咒。 但链子很长,长到我可以走到窗口,却出不了宫殿。 我,被囚禁了。 这个想法刚冒出来,宫殿门就被人从外面打开。 周军毅带着一身寒霜出现在我面前,可他只是停在宫殿门口,似有忌惮。 而他身旁,则站着那个让他心心念念多年的白月光,沈荣耳。 两人宛若一对碧人,周军毅甚至还贴心地伸手搀扶他,不顾我才是他的妻,将我同他这几年的情分,全都踩于脚底。 周军毅,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看着眼前的少年帝王,他模样依旧,可眼中的忌惮与打量,却让我觉得如此陌生与心寒。 向荣,我也不想将你囚禁在这里。 可你是妖啊,是一只会吸我精血的狐狸精。 无论是为了江山设计,亦或是百姓安危,我必须将你囚在这里。 他眼中闪过一抹痛苦,可身旁的沈荣耳,却迅速牵起他的手。 语气坚定道,阿易,你无需自责,这些年,你只是被这妖怪骗了而已。 我一愣,忽然想起半月前那老道所说的话。 半个月前,曾经说要追寻自由的沈荣耳回了京城。 他本是当朝丞相之女。 身份贵不可言,可幼年一朝落水,原本温婉贤静的闺中小姐,变得明媚张扬了起来。 还未急急,就吵着要去寻仙山,求长生。 甚至不惜拒绝了当时身为世子的周军义的求取,一意孤行离开了京城,从此不见踪影。 那时,沈荣耳是周军义唯一心动的姑娘,又因为突然失踪,爱而不得,更让她成为心头的白月光,久久不敢忘怀。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即便后来周军义登上地位,他也不肯立后内飞,闲来无事便乔装打扮去城门外驻足,希望能瞧见那抹靓丽的身影。 可心上人没有回来,反倒是见到了伤众失意的我。 我失了记忆,不知自己因何而伤,更不知自己姓甚名谁,家又住何方。 总之,什么都不记得了。 周军义将我带回皇宫,让太医悉心照料,而我也养了足足一年的伤。 他又给我取了个名字,花响容。 那时,我以为这是曲字诗句《云响一长花响容》,可直到后来才发现,原来只是想念沈荣儿。 总之,沈荣儿没有回京之前。 周军义对我很好,宫里没有人敢提及沈荣儿,我也因此不知道他的存在,更不明白他对我的好,只是因为这张酷似沈荣儿的容颜。 救命恩人,温柔妥贴,悉心照料,且后宫空置。 大抵还是少女怀春,她说许我皇后之位,且绝不奈飞。 那时江山设计已稳,朝臣竟然没有谁反对,我就这么被推上了皇后之位。 在一起的三年时光,大抵是快乐的。 沈荣儿的归来,不仅如此,她还带回了个自称修仙者的老道,那老道瞧着的确是先锋道骨,颇有几分先人之姿。 只是那老道见我的第一面,就瞬间变了脸色。 眼中慌张难掩,直接高呼,这女子乃是千年狐狸精所变,专吸帝王精血,除非用火烧死,否则将祸害千年。 我自然,不是什么狐狸精,可我也不晓得自己是谁,本就丢了记忆,又平白无故,被人诬陷是妖怪,闹得前朝后宫沸沸扬扬。 周军毅起先是不信的,毕竟,我同他夫妻三载,这几年的感情,无论如何,也做不了嫁。 同传共枕,肌腹至亲,我究竟是人,还是妖?不,我绝对不会是妖。 我始终相信,周军毅会有着最正确的判断,但我终究还是高估他了。 周军毅本就是亲手夺了自己皇帛的皇位,将他囚禁于深宫地牢,才能够登上地位的。 因此,在祭天大典上,前任帝王的残部便想杀了周军毅,为自己的主子报仇。 一切都发生得太猝不及防,我根本就来不及防备,也没法子反击,只能凭借着本能,去保护我所深爱的男人。 那柄弯刀实在是太快了,所以,我根本就来不及思考,只能以身为钝,替他挡下了致命一击。 弯刀刺穿我的胸膛,痛得我难以呼吸。 可看着被我护下的周军毅,他毫发无伤,我不免松了一口气,甚至还叹息一句还好挡得及时。 然而,剧烈疼痛下,我也被迫直接昏了过去。 被弯刀直接刺穿,这样重的伤势,是绝无可能还活着。 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抱了必死的决心,可谁曾想,我竟然,醒了。 醒来的第一眼,就瞧见了锁住我的铁链,我心中不免觉得哀凉,原来我以命相互的男人,到最后连一点信任都不肯给我。 甚至还带着白月光来到我面前,冠冕堂皇地开口,我同你好歹有三年夫妻情分,我不杀你。 但你毕竟是妖,我已经让道长在这座宫殿里布下了法阵,今生今世,你就住在这里,不要出来为祸人间了。 我,为祸人间? 我忍不住伸手指了指自己,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 我宁愿舍弃自己的性命,也想将他救下来,可到最后他不仅不敢念这份恩情,反倒就此认定了我是妖邪,还想囚禁我一生一世。 我究竟是有多眼下,才会看上这样一个男人。 向荣,陛下也是为了你好,怎么说,你也是妖,本该是要处以急刑的。 可毕竟你陛下这么久,我也不忍看你身死,特意求陛下设了你死罪,还能好好活着,多好啊。 沈荣儿那张脸,同我有着五分相似,可我永远也都装不出他那副可怜无辜的模样,明明是在炫耀,却偏要表现出一副大意凛然的模样。 我是不擅长算计,但可以瞧得出他说话时是否真心。 就像此时,他眼里明明满是得意,还偏要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就想看我心痛,看我恼怒,看着我发疯发颠,才更能衬托出他的冰清玉洁。 可惜,他想错了。 我从来不是个容易激动的人,就算一招被背叛,除了最初的心痛外,我也能很快恢复平静。 毕竟那颗被伤透的心,除了心死,我也不会再有其他感觉。 一个男人而已,我拿得起,自然也能放得下。 周军毅见我迟迟不说,又忍不住道,向荣,你不要闹脾气。 我如今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怎么说你也是妖啊,我又如何能够像从前那样,将皇后之位捧给你? 嗯,不要了。 谁爱要谁要吧? 我低着头,也不想再多言。 一切已经成定局,还非要在我面前装样子,我真嫌恶心。 周军毅大敌也是被我的这副态度气到了。 当即就拉着沈荣儿离开。 边走还边说,妖物果然就是妖物,永远都五不热那颗心。 我伸手轻轻抚摸了一下自己的心,还在跳动,但以后所有的悸动都不会再因为它了。 时间一晃三年,我被困在高楼之上,出不去这间宫殿,也见不了任何人。 所有的饭菜都会有专门的人送来,就放在门口,敲一下大门,让我自己去取。 除此之外,没有人敢跟我说任何一句话。 而我唯一惦记的山奈,曾想方设法来见我。 可每次还未曾靠近,就被那些看守我的暗卫赶走。 因此,每次被发现时,山奈干脆就不管不顾,大声在门外喊着我的名字,就想告诉我, 她会一直陪着我。 这傻姑娘,原本只是皇宫里最普通的一个小宫女,后来得了病,要被送出去等死。 我那时恰好路过,她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求我救她。 也是因为这份恩情,山奈从此就认准了我。 尽管现在所有人都说我是妖,但她依旧选择陪在我身边。 或许是她实在太过执着,又或者是别人觉得,反正接近我便是个死,所幸后来就当看不见。 让她能够在宫殿外陪我说话。 而在这三年里,那个最后又放弃了修仙,重新回到周军毅身边的沈荣儿,理所当然地成了新皇后,两人琴瑟和鸣。 至于我为什么会知道,大概是因为,他们之间的所有甜蜜与恩爱,都会有专门的人,特意坐在店门外,说给我听。 我知道是谁的意思。 她就是想看到我痛苦难过的模样,觉得我占了她的便宜,才能得到那三年的恩宠,因此总想折磨我。 之所以故意留下我,就是想让我日日被囚禁,日日瞧着他们恩爱如初的模样。 而那位随沈荣儿入宫的老道士,也在这三年里被封为了国师,可谓极尽尊荣,似乎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除了我。 直到某一天,京城下了一场大雨,那天色就从此再也没有亮过。 飞沉沉的天空,成群结队的乌鸦盘旋,那些从前只在书本上见过的妖物,开始肆意出现。 妖怪一入夜便开始杀人,京城里血流成河,那些试图离开的人,也都离奇地死在了离开城门十里外的地方。 所有人都陷入了恐慌中,而身为国师的老道士,被所有人寄予厚望。 可老道却没了从前那副自信从容,和妖物对比一下,像是只有三脚猫的功夫。 被逼动手,也因此被重伤,躺在床榻,连起身也艰难。 姑娘! 陛下昨日合众大臣商议,京城如今这般不太平,就想着以帝王的名义,请求远在千里之外的灵山建宗出手相助。 山奈此时靠在宫殿的大门外,与我隔着一扇门。 这三年来,我们都瞧不见对方,只能听见对方的声音。 山奈怕我一个人闷着无聊,每每做完手里的活,只要找到机会后,就会过来陪我。 如今京城里的危机,不仅是百姓,连着皇宫里的所有人,似乎都已经露出了恐慌之色。 仙门,那又是修仙者了? 灵山? 建宗? 我默念着,却不知为何,竟然觉得如此熟悉。 可怎么也想不起来,便只能就此作罢。 又隔了几天,山奈跑来见我。 他兴高采烈地说,仙门同意派人来下山除妖,京城的百姓都有救了。 可很快,他又笑不出来了。 这是三年后,周军毅第一次来见我。 曾经海誓山盟,全都是净花水月,实在是可笑至极。 向荣,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他眼中闪过些许留恋,又或者是痛苦。 我没理他,毕竟我觉得这样的男人,同他多说一句话,都会让我恶心。 总之,简单寒暄过后,他就说明了此次的来意。 向荣,如今京城满是妖邪作祟。 而你本就是妖,从前百姓不敢言,如今所有人都觉得是你招致了妖邪,再加上先者前来。 必定不想看见皇宫还养着一只妖。 所以,所以。 周军毅说到最后,似乎说不下去,神色有些难以启齿。 反倒是微挺着运渡的沈荣儿,露出满脸得意之色, 然后站在宫殿门口,开口说, 所以,为了迎接先者的到来,我跟陛下以及国师商量过,将你绑在玄武门下,以火烧之行来表示对先者的敬意。 所以,这次是想来杀我了。 我伸手动了动铁链,这三年来我想了无数办法,但是这个铁链是实打实的粗。 而我所居住的宫殿里,也没有任何能够帮助我打开铁链的东西,因此我才会被困在这里整整三年。 向荣,为了天下百姓,这次我不能再护着你了。 周军毅说得冠冕堂皇,又像是有些不忍,因此在说完这句话后,直接拂袖离开。 沈荣儿只是瞧着她离去的背影,然后回头看我。 这三年滋味如何? 曾经你顶着同我相似的容貌,才得了三年恩宠,却不知这都是要还的。 花想荣,如今本宫也不想和你玩了。 等到三日过后,火刑加身,你一介肉体繁胎,必死无疑。 肉体繁胎? 是了,她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根本不是妖。 而那个老道士,本也就是她带回来的人,不由分说便认定了我是妖,才会让我再次囚禁三年。 沈荣儿盯着我看,似乎是察觉出我已经知道了其中观俏,不知想到了什么,忽然间就捂着嘴笑了起来。 花想荣,你可知这世上妖孽无数,我为何偏偏说你是狐狸精? 我没说话,她继续道,那是因为我幼年时,曾看过一个故事。 有一个昏庸帝王,惹怒了上苍,神女便派了一只狐狸精前来蛊惑她。 而那帝王,也的确爱上了那位狐狸精,甚至更加残暴,遭受无数讨伐,直到最后被兵临城下。 而最后,狐狸精要杀了帝王,你可知那个帝王,当时说了句什么? 我虽从未听过这个故事,可不免被勾起了好奇,因此忍不住开口问,说了什么? 那个帝王看着狐狸精,说他早就知那女子是狐狸所变,可只要他开心,江山不重要,设计也不重要,就算是将命给那女子也无妨。 应付天下,他也绝不负那女子,沈荣儿忽然做了一个双手张开的样子,瞧着我笑,然后愈发笑出了泪,她就这样,张开了自己的双臂,坦然赴死。 所以我也想瞧一瞧,帝后情深的你们,在我带着你是妖孽的消息回来后,周军毅是对你一如既往的爱,还是心生害怕,甚至想要你的命。 可惜,你终究比不上那只狐狸,他也没有那个帝王痴情。 听着沈荣儿说起这个故事,不知是否是我的错觉,他眼中含着的泪。 像是带了不少的情,只是没能等我细细探究,沈荣儿就迅速抹干了泪,又恢复从前那副模样,一言不发就转身离开。 时间一晃,第三日清晨,我醒来时,忽然觉得一阵炫韵,然后猛地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那血中,似乎有一条如冻的虫,猪雀门下,高抬筑起。 无数百姓围观,每个人手里都拿着鸡蛋或者菜叶子。 在看见我被捆绑着送上刑场的那一刻,许多百姓都忍不住想拿手中东西来扔我。 我抢先一步开口,既然都觉得我是妖,那就该明白,这个菜叶子若丢到了我头上,那我便是拼了这条命,也会杀了你们的哦。 我明明说话时带着笑,可这些人却吓得往后退了好几步。 嗯,故意吓他们的。 周军逸脸色有些难看,像是因为此时我还在笑,就愈发让他难受。 向荣,我都这么对你了,你为什么还不生气? 为什么还能笑出来? 难道你身为妖怪,真的就没有心吗? 真的就感受不出来这几年我对你的情谊吗? 我实在不知道他究竟在生气些什么。 明明是他觉得我是妖,哪怕我前一刻才舍身救他,后一刻他依旧能够冷酷无情,将我囚禁高楼。 可如今又在憎恨我,憎恨我没有因为他的虐待而生气,憎恨我看着他同心上人琴瑟和鸣,却无半点伤心之色。 周军逸,你让我如何感受你这几年来对我的情谊? 是我舍命救你,你却恩将仇报的情谊? 还是曾经对我诸多诺言,结果转身就迎娶别人的情谊? 又或者说好此声绝不负我,然后将我囚禁高楼的情谊? 还是最后为了讨好宗门仙者,用我的命来做垫脚石的情谊? 直到一句,从前遇人不输,眼瞎心芒。 好,好。 周军逸在听完我的话后,眼中目火更甚,他眼角甚至还躺了泪,愤怒与纠结交织, 就像是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一样,满眼皆是心伤。 他猛地闭了闭眼,既如此,我也留不得你了。 他大手一挥,那些御灵军就是立马上前点燃了堆在我脚下的火把。 烧死这妖怪! 呸,狐狸精,居然还想勾引陛下。 妖怪,不要脸! 若非是咱们陛下贤明,没有被这个妖怪迷惑, 今日还或许请不到仙者前来搭救呢。 骂骂咧咧的声音,一浪胜过一浪。 总有些人愚昧无知,混在人群里,尽管不知道发生何事, 只是听风就是雨,也忍不住踩上脊脚。 脚边的柴火堆,已经逐渐被点燃。 但我脸上没见丝毫害怕之色, 而是微抬着头,看向不远处的天空。 瞧着时间,该来了。 我话音落下的瞬间。 有几个欲见而来的仙者,瞬间出现在天上。 仙者跳下灵箭,纷纷一袭白衣长袍, 颇具仙者之姿。 人间帝王,恭迎仙者降临。 周军义这次本就是有求于人, 因此哪怕是人间最尊贵的帝王, 也必须得低头示好。 这是,领头的那个仙者,率先注意到了我。 熊熊烈火中,他的目光, 立刻就落在了我的脸上。 眼神只是瞬间碰撞,他就瞪大了眼。 周军义似乎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脸上堆着讨好的笑, 然后开口说,这是一只妖物, 曾经试图吸取我的精血, 后被国师所困。 如今仙者到来, 我们自然得亲手烧死这只狐狸精, 以表诚意。 沈荣儿却没说话, 她的脸色并不好看。 毕竟这几位修仙者的到来, 比她预计的要快上许多。 原本那些修仙者看到的, 应该是我已经被烧为灰烬的尸体。 到时候死无对证, 谁也不晓得被烧死的, 究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还当真是一个作恶多端的妖? 可目以成舟, 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老道士拖着病体走上前, 明明同样是修仙者, 可面对面前那几位 看似年纪轻轻的少年, 神情却无比恭敬。 在下雕虫小记, 自然不能同宗门仙者相比。 这种小妖, 实在是有辱仙者的眼, 不如先去皇宫暂且修整。 明日共同商量如何对付城中妖孽, 为首的修仙者并没有等老道士把话说完, 而是在同我眼神对视后, 略微沉思, 便迅速走到我面前, 然后催动手中灵力, 请客间便灭了我四周的火焰。 仙者这是何故? 莫不是想要亲手杀了这只妖? 周军毅不明所以, 但还是从旁边侍卫手中拿出了一把剑, 然后走到仙者身旁。 这种小妖的血, 不配弄脏仙者的灵剑, 不如就用这把剑如何? 这般急切讨好, 越发让我觉得自己曾经真的眼瞎, 怎么就轻易相信了男人的鬼话? 仙者没理他, 而是继续催动灵力, 将捆绑我的铁链全部积了个粉碎, 接着在众人不解的目光中, 带领着余下几位弟子来到我面前。 仙者, 这是什么意思? 老道士愣在原地, 完全不明白他们此举是何意。 周军毅同样如此。 而这几位修仙者, 脸上神情无比严肃。 为首之人, 眼里还带着隐隐激动, 接着便带领所有弟子向我恭敬行礼。 云宗第137代弟子贺凡, 拜见大师姐。 七年前, 山下突然妖孽横行。 我奉施命下山除妖, 却在回城时, 遇见一妖物, 那妖物杀了整整一个村子的人。 我拼尽全力与妖物厮杀, 可那时我因为连日除妖, 本就受了重伤。 那妖物又以附近村民为妖邪, 使我不得不忌惮。 最终, 我杀了那妖物, 救下了附近村民。 而我也因妖物偷袭, 差点被绞碎心脏, 好在师祖曾赠我一颗碧云珠, 让我保住了性命。 但伤势实在过重。 尽管我有碧云珠护体, 能让我不死, 但我也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失去所有灵力, 如同凡人一般。 可我的运气, 也实在不济。 好不容易死里逃生, 可刚醒来, 又让我遇见了一个妖怪。 那妖怪通体黑雾, 而我因为没有灵力, 无法分辨它究竟是何所化。 妖怪没有杀我, 只是逼迫我吃下了一个虫子, 然后我就莫名丢失了所有记忆, 接着妖怪就将我丢到京城郊外。 在那之后, 便是我同舟军役的相遇。 我被封印了整整七年记忆。 就在昨天晚上, 我忽然感受到了 体内灵力有复苏的迹象。 而那个虫子, 也在灵力的冲击之下, 被我给吐了出来。 所以, 昨天晚上, 我就恢复了所有记忆。 只是灵力尚未恢复, 我还是没有办法挣脱开铁链。 虽说那老道只是三脚猫功夫, 但是所化的符咒, 的确能够困住一个普通人。 故此, 我就特意等着今日宗门的人前来。 师父向来疼我。 我失踪七年, 他必定心急如焚, 全宗门的弟子, 也不可能不知道 他们的大师姐失踪了。 所以, 我就在这里 等着我的师弟师妹们来。 这怎么可能呢? 周军役惊呼出声, 在小师弟说出我身份的那一瞬间, 他脸上就露出了震惊之色, 更多的是不相信。 向荣, 他不是狐狸精吗? 他伸手指着我, 我知道他为何如此坚定认为, 无非就是当初我伤重而为死。 说到底, 师祖送我的碧云珠救了我两次, 且因为这次是凡人刀刃所伤, 因此我恢复极快, 那些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 周军役才因此认定我必为妖孽。 赫凡神色冷淡, 但眼底泼露不满之色, 道, 他乃我宗大师姐, 掌门坐下唯一亲传弟子, 天父极佳, 若非当初被妖物所伤, 又怎会伶俐尽尸? 我们宗门弟子苦苦寻找他良久, 没成想大师姐竟然在京城, 甚至还被你们当成妖孽, 想要烧死他。 周军役此时就算再不肯相信, 可眼前仙者的话, 他也不得不信, 他震惊良久。 而那些在台下的百姓们, 原先眼中皆义愤填膺, 如今多少都带了些害怕, 毕竟刚才个个都想杀了我, 可现在才发现我是那个能够保护他们的人。 若我寻仇, 记恨着他们刚才想要用鸡蛋和菜叶子丢我, 然后带领着其他弟子回到仙门, 他们就真的没有希望了。 仙者, 我们也是受蒙蔽呀, 是国师大人说你是妖。 我们这些老百姓, 哪里懂这些呢? 就是, 亏我还这么相信国师, 原来他才是那个坏人。 人群瞬间躁动起来, 个个都开口指责老道。 那老道同样也是脸色苍白, 目光频频望向旁边的沈荣儿。 沈荣儿脸色同样不太好看, 但多少还算是平静, 只是微低着头, 然后不断伸手抚摸着自己的小腹。 而下一瞬, 沈荣儿就从袖口里掏出了一把匕首。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在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 直接用那把匕首割开了老道的喉咙。 你在干什么? 贺凡微醋着眉, 对于这个咬定我为妖, 害我被囚禁三年的老道, 原本是不会轻易放走他, 可如今这般骤然死去, 也并不是在计划之中。 沈荣儿用帕子慢慢擦拭匕首上的鲜血, 脸上依旧端着一副无辜的笑。 仙者莫恼, 这国师大人当年在我进京时, 说能够给我去世的母亲做法事, 我才将她带了回来。 谁曾想她竟然敢说, 想容仙子是妖? 我跟陛下也是被蒙蔽, 才让仙子受了三年苦楚。 如今真相大白, 自然要惩罚该伐之人了。 他说吧, 周军毅像是不知想到了什么, 也点了头。 我知道他为何不追究, 无非就是现在百姓 都亲眼瞧见了这一幕, 之前信誓旦旦说要烧了 我这个妖孽, 结果我却是仙门弟子。 民心不稳, 那么这件事情就必须有人出来背锅。 老道就是最好的选择。 沈戎儿冲我晃了晃手中笔手, 歪着脑袋, 露出一个我看不懂的笑。 他说, 想容仙子, 我替你报仇了。 白日的小插曲, 虽然令在场的人 都有些摸不着头脑, 但如今最重要的事情, 依旧是如何全部抓住 京城里这些肆意横行的妖怪, 这些妖每到天黑之际, 就会从城外涌进来, 然后到各处吸食人的精血。 每天清晨醒来, 街道上全都是蔓延的血迹, 以及无数惨死的百姓。 抓住这些妖, 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 至于我和周军毅 还有沈荣儿几个人之间的恩怨, 也许得在解决完这些事情后, 才能彻底做个了断。 但周军毅似乎并不这么想。 我和几位师弟师妹们 就住在宫外的一家客栈里, 趁着天色未暗, 打算一起外出去 查看那些受害者的尸体。 结果还未出去, 就被周军毅拦住了去路。 向荣, 我有些话想和你, 我有事要出去一趟, 没有工夫在这里 听你说些不着调的话。 只看周军毅的眼神, 我大抵就能够猜出 他想说些什么。 索性在他将话说完前, 便直接开口打断。 我没那么多时间, 也没有那份闲情雅致, 听, 狗废, 无论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但你今日必须听我把话说完。 向荣, 当初这时是我对不起你, 我也真心向你道歉, 可这些年, 我又何尝不是时刻痛苦。 我日日都在念着你, 可是我, 周军毅, 我再次开口打断他的话, 你知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 天色渐晚, 那些妖怪会再次来到城中, 许多百姓或许又会遭到毒手。 而身为帝王的你, 居然还有功夫在这里谈论私情。 说吧, 我没有再给他开口的机会。 直接冲着小师弟使了个眼色, 小师弟赫凡点点头, 直接掏出了一张符, 将周军毅定在了原地。 我体内灵力如今在逐渐恢复, 可想要彻底恢复如初, 还需等三四日。 所以, 在此之前, 我必须得劳烦一下小师弟。 向荣, 我知道你很生气, 但我绝对不会放弃的。 我从周军毅身旁擦肩而过时, 他还试图用着自己觉得最深情的眼神看向我, 我连个余光都没给他, 加快了步伐, 赶紧离开了这个糟心的。 大师姐, 你当真同这样的男人做了三年夫妻? 赫凡似乎有些八卦, 原来眼神不好, 选了一个糟心的男人, 不仅会毁了自己, 也会在某个时间里成为自己的耻辱。 就像现在, 面对赫凡的问题, 我恨不得直接找个地洞钻进去。 以前实在是没有看出来周军毅会是个如此不顾大局之人。 比起他生了二心, 此时他将情爱置于城中百姓安危前面, 在这么紧急时刻, 还试图讨论他的情爱, 这更加让我觉得愤慨。 我以前到底是有多下? 从前大师姐我眼神不太好, 但现在恢复了。 从前种种不堪, 小师弟你也莫再提, 好歹给师姐一点面子。 说完, 我立马往前走了好几步, 没给他同我并行的机会。 赫凡虽然眼中依旧八卦, 但身为宗门弟子, 也始终紧记门规, 故而也没有再多问, 而是同我一起去查看那些受害者的尸体。 这些妖怪的目的很明确, 只吸食精血, 其他什么也没药。 这绝对不仅仅是一场意外, 我怀疑背后有一只更厉害的妖, 在操纵这一切。 赫凡开口, 一语变道中了其中观俏, 目标如此明确, 又是这么大规模地一起出动, 并是某只实力强大的妖怪在背后操纵, 只是如今尚未有头绪, 而天色也渐暗, 那些妖怪即将到来。 为了城中百姓安危, 在没有商量出最后决策之前, 我便让几位师兄师妹一起结阵, 给整城池都布上结界。 有了结界互助京城, 那些妖怪在七日内就无法进城, 虽说还没办法抓出幕后那只妖, 但至少能给我们几日时间缓冲。 我的灵力。 在第四天就全部恢复, 因此我赶紧调动体内灵力, 将当初师父赠予我的断水剑, 召唤了出来。 这把剑乃失足所传, 比一般灵剑多了一丝神性, 因此在斩妖除魔时, 能够给予我许多帮助。 这几天, 城外的妖被结界阻拦, 无法进来。 城中百姓睡了几个安稳觉, 纷纷有些热泪盈眶, 每日都有人来客栈, 恨不得当即下跪感谢。 也有那些亲人惨遭毒手的百姓, 跪在地上求我和师弟师妹们, 能够帮他们报仇。 总之, 每天都有许多人来客栈。 周军毅是这么多人里面最积极的一个。 几乎每天一到时间, 我刚打开房门, 就可以看见他的身影。 很烦, 尤其是在看见师弟师妹们八卦的眼神时, 我心里呕得慌, 所以每次一瞧见他, 我就迅速关上房门。 这里毕竟天子脚下, 我也需要守着凡间规矩, 倘若贸然对人间帝王动手, 很容易让人间大乱, 到时候生灵涂炭。 所以, 现在解决那些妖最重要。 至于周军毅的事, 我会在解决完这些妖怪后, 一点点清算。 第五日, 周军毅难得没有再来, 我也正好落了个清闲。 可谁曾想, 还未到中午, 宫中就有人前来, 给我送了一封信, 落款, 删奈, 信里没有字, 上面沾染了些许血迹, 以及他平日最喜欢戴在头上的那只簪子。 大师姐, 可要我们随你一同入宫? 贺凡看出我想入宫, 当即就握着剑站了起来, 打算跟我一同进宫。 我摇头, 这是我的私事, 我可以解决。 何况, 我现在灵力恢复, 又有碧云珠护体, 不会有事的。 所以中午, 我就入了皇宫。 那封信很显然不是山奈差人送给我, 只是我得确保他的安危, 才必须前来。 果不其然, 周军毅就站在我从前住着的宫殿中, 山奈也跪在一旁, 手上缠着一个白色布条, 像是受了伤。 向荣, 这些时日你总不愿意见我, 可我当真有许多话想对你说, 所以只能出此下策。 我知道你惦记这宫女, 所以使了手段, 让你进宫。 但你放心, 我只是磕伤了她的手, 流了些血。 其余的, 我没有动她。 周军毅一见我前来, 脸上立即露出了欣喜的笑, 接着又慌张解释。 我没看她, 直接静止走到山奈身旁, 将她从地上扶了起来。 山奈, 你没事吧? 山奈脸色有些苍白, 脸颊上还有两个红肿的巴掌印。 她眼里含着泪, 但还是冲我轻轻摇了头。 奴婢没有用, 让您涉险了。 她说话的声音有些哽咽, 看样子像是很自责。 她肯定是不愿意帮着周军毅让我进宫, 可架不住她是帝王。 手下宫女太监无数, 而山奈脸上的伤, 肯定也是挣扎时所留下的。 没事, 以后我会护着你的。 我握着她的手, 慢慢朝她体内度了一些灵力, 能够助她调养身体。 山奈如今是我在人间唯一惦记之人, 因此我也打算好, 等这次铲除了这些腰, 我会将她带回宗门, 倘若资质不错, 便可成为门内弟子。 若是不行, 日后留在我身边, 有我护着也是好的。 周军毅见我迟迟不理她, 脸上的笑容淡了三分, 向荣, 我为了见你一面, 想尽了办法。 可如今已进了宫, 却连一句话都不愿意跟我说吗? 和你说什么? 说你当初是怎么背叛我? 还是说你当初觉得我是妖, 将我囚禁整整三年? 还是说你在得知我乃仙门弟子后, 不仅又重新拾起了你那些愧疚爱意, 也觉得能够再次笼络我的心, 便能够让仙门做你的后盾, 帮助你更加坐稳这皇位? 周军毅, 你又何必逼着我将话说 这么明白呢? 揣着明白装糊涂, 难道不行吗? 周军毅脸色愈发难看, 他像是想狡辩, 说几句不是这样子, 可每一句我都说进了他的心坎里, 无论怎么否认, 那都只是心虚, 我不傻, 又不是瞧不出来, 而我此行的目的, 本也就是为了带走山奈, 因此也不想跟他过多废话, 直接带着山奈出了宫殿, 周军毅企图追上来, 但我身上带着的符咒不少, 尤其今晚我本就还有别的打算, 因此使用一张符咒, 让他定在原地, 本也不是一件什么难的事。 我先将山奈送至宫门口, 贺凡就在门口接应, 接着我又回到了宫, 按照记忆, 慢慢摸索到了如今沈荣儿所居住的官居宫, 官居宫非宠非不得住, 但每一个住进这里面的女子, 其实最后的下场都不怎么好, 无论是颇得前任帝王颇胜宠的李嫣然, 亦或是从前的那些女子, 几乎每一个人都下场悲惨, 也不知周璇毅怎么想的, 竟然还敢让沈荣儿住在这种地方。 我在即将靠近官居宫时, 就提前使用符咒, 彻底隐蔽了身上的所有气息, 保证便是法力极为高深的腰, 也难以察觉。 我进入官居宫, 和我想象的有些不同, 这里面的布局很精致, 可在里面伺候的人却很少, 尤其入夜过后, 似乎所有宫女太监都不敢靠近寝殿, 即使已经隐藏了气息, 但我还是尽可能地屏息脸声。 我走到窗边, 用能破万丈的玉水附在眼睛上, 然后朝里面望去, 只一眼, 就让我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 烛光暗影下, 沈荣儿坐在梳妆台面前, 我瞧不清她的面容, 只能看见地上, 因为烛光的硬衬, 那本该窈窕的身姿, 却莫名多了许多条尾巴, 九尾狐妖, 我心里直接咯噔一声, 周军毅又来找我, 这次她带来了曾经沈荣儿 还未回来时亲手给我做的纸鸢, 向荣, 这纸鸢你曾经最喜欢了, 那时候你也说过, 若有朝一日, 我惹你生气了, 只要我将纸鸢拿出来, 你就一定会原谅我的。 你说话算数, 对不对? 她眼中带着些许的小心翼翼, 希望我能够给出她想要的答案。 我看着那纸鸢, 强忍着将她撕碎的冲动, 然后不动声色地感受着四周妖气, 接着微笑开口, 是, 那时候我的确说过这话, 既然你拿出来了, 我就原谅你。 是了, 花响荣答应的, 关我理念什么事, 真的吗? 响荣, 你真的愿意原谅我? 真的愿意重新跟我在一起了吗? 周军毅眼中惊喜难掩, 甚至就想走上前来拥抱我。 但是我躲得很快, 连手指头都没让她碰到。 我可以原谅你, 但我不能容忍你的身边有其他女人。 周军毅, 这是你曾经给过我的承诺, 倘若你真的想让我彻彻底底原谅你, 想让我们恢复到从前, 你应该知道要怎么做吧。 我故意这么说, 也在意料之中看到了她脸上纠结的神色。 白月光, 此时还怀着她的孩子, 如今就要做出选择, 究竟是要白月光, 还是要我。 向荣, 荣儿她, 她如今已怀有身孕。 我, 莫不是你想做奇人之福, 还是你觉得我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 所以你还是想守着沈荣儿, 倘若是这样, 你又何必每天惺惺作态来找我。 我直接打断她的话, 又故意说的绝情, 催促着她做最后决定。 赫凡虽不明所以, 但也立马帮腔, 我们大师姐可是我们掌门最疼爱的徒弟, 就算是在整个宗门, 也是独一份的存在。 倘若你对我们家大师姐不能一心一意, 还不如早早就离开。 毕竟你若是惹大师姐伤心, 我们宗门的所有人都不会放过你的。 是了, 如今的我还多了一个筹码, 那便是仙门。 试问天底下, 如何能够让帝王更得民心呢? 那便是让百姓相信他乃天命所归。 比如娶了我这么一个仙者, 那么他的皇位会比从前做得更加稳固。 总是要做出选择的。 周军毅, 若你还犹豫, 那就当我们从此都。 没等我把话说完, 周军毅像是终于下定了决心, 目光在我师弟师妹们身上扫视了一遍, 接着最后落到我脸上, 眼中深情难移。 既如此, 我会费了沈荣儿的后卫, 孩子我也不会留。 从此空置后宫, 只要你一人。 哼, 这便是帝王无情吗? 我轻笑了声, 然后接过他手里的纸鸢。 好啊。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给你一日时间够不够。 明日傍晚, 我们就在护城河旁边相见, 我希望你能够带着好消息来找我。 我也会带着这个纸鸢, 同你再续前缘。 与此同时, 街角隐蔽处的气息, 突然消失不见了。 然而隔天晚上, 我等来的, 并不是那个口口声声说爱我的周军毅, 而是挺着小腹的沈荣儿。 别等了, 陛下回到皇宫后, 说他后悔了, 还说他此生只爱我一人, 你们之间的那些情情爱爱, 就如同烟消云散。 沈荣儿说这话时的模样很平静, 平静到让人根本看不出他是在撒谎, 就这么一步步走到我面前, 然后直接用力抢过我手中纸鸢。 瞧着挺精致, 可那又如何呢? 你不还是被抛弃了? 哼, 我看着他, 然后默默往后退了三步。 被抛弃又能如何? 被抛弃了就该痛哭流涕吗? 纸鸢经不精致不重要, 重要的是拿在谁手里? 沈荣儿像是来了兴趣。 哦, 此话怎讲?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个纸鸢便是我们用来困住你的阵法。 我迅速调动体内灵力, 然后眨眼间变到了十步之外。 那些用符咒隐匿气息的师弟师妹们, 也瞬间出现, 就像之前排练过无数遍的那样, 在最短的时间内, 利用纸鸢所设下的阵法, 直接将沈荣儿困在其中。 林念,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都不喊我花响荣了。 沈荣儿, 哦, 不, 应该是九尾狐妖, 他此时脸色极冷, 手中纸鸢也在一瞬间化成了灰烬。 他试图冲出阵法, 但这个阵法, 本就是为了困住那些法力高深的妖物所设, 即使要以消耗我们的生命为代价。 意思就是,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你这只九尾狐妖, 如今该落网了。 那晚我在窗外看得清清楚楚, 沈荣儿, 身后的那些尾巴, 就是九尾狐妖的尾巴。 之前连和老道说, 我是狐妖化身, 没诚想真正的狐妖, 竟然是他自己。 不, 严格来说, 是附身在真正沈荣儿身上的, 他。 九尾狐妖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看我戳破了他的身份, 似乎也没有再隐瞒的意图。 接着身后, 便幻化出了九条尾巴, 每一条都有着极强悍的攻击力。 可即便这样, 依旧不能冲出阵法。 林念, 做人怎么能够不恩将仇报呢? 当年你宾死, 我可都没有动手杀你, 只是特意封印了你的记忆, 把你送到京城, 又给你找了一个如意郎君。 我对你这么好, 你这实在是太让我心寒了。 果然是他。 在我恢复记忆后, 许多事情有一点点能够联系起来。 你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 虽然知道是他, 可我始终都想不明白。 这九尾狐妖到底想干什么? 他笑, 还记得我和你讲过的那个故事吗? 我就是想看一看, 这世间除了他, 还会不会有别的帝王, 能够对喜欢的人死心塌地。 我找了太久太久, 我就想要找到他的影子, 可是一个都没有。 周君毅, 他爱, 又好像不太爱。 他似乎也很爱我这副皮囊, 那就让我瞧一瞧, 他究竟能有多爱? 可我如今只是一抹执念, 我需要许许多多的精血, 来维持我的生命。 那些凡人死不足惜, 只要我继续活下来, 总有一天, 我就一定能够找到转世的他。 九尾狐妖伸手抚摸着自己的脸, 眼眶此时有些红, 像是想到了什么。 可这时间, 终究没有人像他对我那么好了。 趁着他谎神的功夫, 我迅速推动手中断水剑, 然后直接朝他砍了过去, 管他曾经有过怎样的情爱。 我只晓得, 因为他的那些情情爱爱, 不仅算计了我, 他甚至想要用全城百姓 来维持他一个人的命, 只为了去寻找那虚无缥缈的情爱, 实在是太荒唐了。 我手中的断水剑, 狠狠砍在了他的肩上, 也算是真的激怒了这只九尾狐妖。 他心红灼眼, 死死盯着我, 临念, 你当真不肯给我活路吗? 你作恶多端, 是你自己活该。 无论有什么苦衷, 无论还想重生转世, 遇见怎样的人, 都不该以牺牲别人的生命为代价。 没有人该平白无故为你的感情让路。 我说完, 试图继续推动手中断水剑, 可九尾狐妖自然也不是个吃素的, 凭借一抹执念残留至今, 不知经历了多少个岁月, 妖力自然是深不可测。 他死死盯着我, 语气也变得冰冷。 好, 既如此, 那就让我看看, 我们这位善良的灵念仙子, 究竟是更想杀了我? 还是更想保护一城百姓的安危? 说吧, 九尾狐妖竟然燃烧起了自己的元神, 以元神之力, 来冲破前段时间为这座城池所设下的结界。 一切都发生得猝不及防, 但好在还有后招。 倘若不出任何意外的话, 就算是结界此时破碎, 城中百姓, 也应该能够被及时牵走。 九尾狐妖身上燃起了熊熊大火, 那张本就漂亮的脸, 此时在火焰的硬沉之下, 显得愈发明艳动人。 他眉眼冷漠, 结界已破, 林念, 你当真还要在这里同我做无谓的纠缠吗? 对付九尾狐妖很重要, 但城中百姓的安危同样也很重要, 因此在不影响阵法进行的情况下, 我让其他师弟师妹们全部都去帮助玉林军保护百姓, 而我就留在这里对付九尾狐妖。 阵法开启, 九尾狐妖就算以自己的元神为代价, 想要努力破除阵法, 可我同样也能燃烧我的元神。 以此跟他对垒, 林念, 你到底在坚持什么? 莫不是想为了那一城百姓, 放弃你自己的命? 还是你觉得你身上那颗碧云珠能够替你挡过此劫? 别傻了, 放我离开, 否则我们都活不了。 九尾狐无法挣脱阵法, 可每一刻的僵持都是在同时消耗我们两个人的生命, 所以他想蛊惑我, 蛊惑我放开他, 蛊惑我为了自己的性命, 去放弃今夜所做的所有局? 不可能。 我继续加固阵法, 语气很是坚定。 我林念此生, 以降妖除魔, 庇护天下苍生为己任, 哪怕是牺牲掉我的性命, 也在所不惜。 人活着, 总是会有着各自的盼头与梦想。 曾经我的盼头, 就是长大后, 能够让爹爹过上好日子, 后来爹爹被妖怪杀了, 我的盼头就是, 能够替爹爹亲手报仇。 师父帮了我, 他让我亲手杀了仇人, 又教授我法术, 让我成为一名仙门弟子。 所以, 后来我的盼头, 就是希望天下太平, 希望世上再无邪岁, 希望天底下的每一个孩子, 都能够父母安康, 幸福美满。 我曾经所没能够拥有的, 我想他们能够拥有。 所以, 若是只牺牲我这么一条性命, 就能换取千千万万个孩子幸福, 真的很值。 就这么僵持不下时, 周军邑居然来了这个地方。 我明明一早就吩咐小师弟, 给皇宫送信, 而这个时间点, 作为帝王的周军邑, 应该在随着大军保护城中百姓。 周军邑, 你为什么要来这里, 你怎么没有去保护百姓? 我忍不住咆哮出声。 他似乎有些不明所以, 尤其看着眼前这番景象, 他奉为白月光的沈戎儿, 身上妖气肆意。 而我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想要继续维持这个阵法不破, 我也必须付出一些代价, 身上的衣裳全被鲜血染红。 向荣, 今日是你给我的最后期限, 我只是想亲自来告诉你。 我问的是, 赫凡不是去皇宫给你送信了, 不是让你带着军队去疏通百姓吗?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为什么? 我真的快要被气疯了。 当务之急, 就是我来牵制住九尾湖, 其他人则尽可能保护城中百姓。 等到来日天明, 那些妖孽不敢进来, 其他师弟师妹们 就能助我一起继续完成阵法。 可现在, 到底出了怎样的状况? 周军毅听完我的话后, 似乎愣了一下, 好半赏才开口。 他的确给我送了一封信, 又对我说了些什么话。 可当时, 我满脑子都是在想你, 想你同我说过的话。 我没有听清, 至于他给我的信, 我随手放在了御书房, 并没有看。 疯了, 疯了, 简直就是一个疯子。 我真的快要被气吐血了。 周军毅, 你到底还记不记得 你自己是一个君王? 你记不记得你的职责 是保护你的子民? 我猴腿声音都有些沙哑, 可手上的动作也不敢停。 九尾狐妖如今就是想要找准每个空隙, 然后逃之夭夭。 我知道自己的职责, 但我也明白, 倘若我今天不来, 或许此后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 我只是想要跟你在一起, 难道我就错了? 他没错, 是我有错。 我就不该将他也算在这份计划中。 但如今, 多说也无意, 此时有更棘手的事情。 若是能够顺利解决九尾狐妖, 我还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赶到城内, 然后帮着师弟师妹们疏散百姓。 周军毅, 你拿着这把剑, 刺入沈荣儿的心口, 快! 我将手中的断水剑丢给他, 作为没有被困在阵法中的他, 此时若是能够拿着我的剑, 刺中九尾狐妖的心脏, 那么就能够令他元气大伤, 我再以灵力相助, 彻底将他镇压。 陛下,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腹中还有你的孩子, 你难道真的忍心杀了我吗? 九尾狐妖流出了血泪, 那副模样伤心欲绝, 看着就让人心疼。 周军毅竟然可耻地犹豫了, 就拿着断水剑, 站在我们两个人中, 迟迟犹豫不决。 周军毅, 你在犹豫什么? 你快杀了他呀! 我快坚持不住了。 陛下, 九尾狐妖也喊了一声, 但周军毅依旧没有动, 我体内灵力已经有些不够, 九尾狐妖哪怕如今只是一缕执念, 可是他的妖力也非常深厚, 非我一人所能对付。 若是没有师弟师妹们帮忙, 再这么耗下去, 我除了死, 然后让他逃脱外, 也不会再有别的办法。 九尾狐妖同样也是想要拼死一搏, 刹那间, 他体内迸发出了另一股极强悍的妖力, 他身上的鲜血溅到地上, 那里的花草瞬间枯萎, 而此时依旧犹豫不决的周军毅, 站在中间, 离他很近。 以至于妖力迸发时, 无数如同刀割般的气流, 从他身上划过, 硬是整齐割断了他的一双腿。 周军毅惨叫一声, 他身上也沾染着无数妖血, 混合着妖力, 每时每刻都在侵蚀着他的肌肤。 活该! 我骂了一句, 接着也没再有任何犹豫, 直接用了最后的机会。 那便是用师父曾经教过我的一个咒法, 以自己一半寿命为限, 画出妖阵, 就有机会将妖物彻底阵住。 用一半寿命来庇护一城百姓, 我觉得挺值得。 说吧, 我迅速开始画出阵法, 并且能够清晰感受到体内寿命的流逝。 五行束缚, 受缘为继, 妇妖之法, 镇。 我成功地镇住了那一抹 属于千年前九尾狐妖的执念。 但如今以我的倒行, 我并不能够直接抹杀他, 只能将他带回宗门, 然后交给师父处理。 这边一切都结束了。 我整个人也如同断了线的风筝, 砸在地上。 周军毅没了腿, 身上又不断被腐蚀。 此时正在哀嚎, 躺在地上不断翻滚, 看见我摔到地上爬起来后, 不断冲我伸手, 想容救救救我。 我只看了他一眼, 就迅速拿起吊在他身边的断水箭, 然后一瘸一拐往城内跑。 我除非是有什么大病。 而城内的情况, 远比我想象的还要糟。 结界破开的那瞬间, 无数妖孽涌了进来, 只靠师弟师妹们, 根本无法保护全城的百姓。 而原本该带着御灵军前来的周军毅, 也居然完全没有将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才形成了如今这般局面。 整个城内一片混乱, 街上也死了好多人。 山内不知从何处出来, 身上全被鲜血染红, 怀里似乎还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看见我出现的那一刻, 眼睛亮了亮, 然后连忙跑到我身边。 妖怪刚才突然间就涌了进来, 一切发生的都太猝不及防。 就像前些日子那样, 这个婴儿的母亲, 拼尽全力生下孩子后, 也被妖怪吸了惊元, 孩子没有爹娘了, 我只能将她带出来。 山内向我解释了一下, 我点头, 努力将她护在我身后。 接着尽可能忽略掉身上所有的痛, 继续对付眼前这些数不清的妖孽。 太多了,太多了。 就像夏日里那些凡人的蚊虫, 虽然你一伸手就能拍死它, 可架不住数量太多。 而我们有益城的百姓要护, 根本就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能够护住所有人。 玉林军, 尽管在我出现那一刻, 就已经派人去通知, 可想要所有人来到这里, 也不是那么快速的事情。 周军毅啊, 周军毅。 从前我只当他根本不配当丈夫, 可如今我才发现, 他连人都不配当。 明明是一朝君王, 可以永远都在想着不切实际的事情。 永远不知道当下的重点在什么上面, 就像此时此刻, 他应该带领着玉林军对抗妖怪, 而不是我明确将所有事情全部让贺凡转告后, 他却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自以为深情地来到护城河。 太乱了, 整个京城全都太乱了, 护得了这个, 就难以护住那个。 小姐, 山奈的声音忽然在我耳后响了起来, 我转身, 就看见他抱着孩子, 面对着我。 孩子被他用双手托着, 像是在举向我。 而他身后出现了一个妖怪, 细长的爪子, 直接穿透了他整颗心脏。 他原本是背对着我的, 如果他站着不动, 那么他怀中的孩子, 就会被妖怪掏出心脏。 如果他朝旁边躲避, 那么我因为一直在解决面前那些妖怪, 很有可能就被后面的妖孽钻了空子, 从而重伤。 所以, 他只能用这种方式来护住我和孩子。 小姐对我很重要, 这个孩子才刚生下来, 还没有好好睁眼看一看这时间。 还好, 还好我都护住了, 都护住了。 这是山奈倒在我怀中, 说的最后一句话。 天边泛起雨堵时, 京城终于彻底平静了下来。 几乎所有人都在欢呼雀跃。 但也有人, 在这个晚上失去了亲人, 失去了爱人, 又或者失去了此生最重要的人, 然后坐在街边哭泣。 我, 也失去了一个对我而言很重要的人。 山奈的尸骨, 按照他的遗愿, 埋在了城外一处很漂亮的山坡上。 那地方的风景很不错, 我想, 他会喜欢的。 那个小婴儿是山奈用命换回来的, 我也打算将他带回灵山。 一切都风平浪静了。 为什么会治不好? 我问你们, 为什么我的双腿治不好? 还有我身上, 好多地方都在溃烂, 你们难道就不能想想法子, 让我身上不再继续疼吗? 我还没有走进周军毅的寝宫, 站在门口, 就听见了他的咆哮声。 昨天晚上, 他握着剑犹豫不决, 结果给了九尾狐妖喘息的机会, 导致狐妖选择燃烧自己元神时, 在一旁的周军毅 被其中强悍的妖力所伤。 双腿虽然还在, 却犹如两根枯骨, 而他的脸也被染着妖力的腰穴, 灼伤毁容。 就连他身上的那些斑斑点点, 也在无时无刻溃烂, 疼痛只会日日加剧, 直到最后活生生地痛死。 御医全部都跪在地上。 帝王雷霆之怒, 一句话便得要了这些人的命。 陛下, 微臣们实在没办法了, 这伤本就不是普通人能够治的, 若是想要医治, 恐怕还得请先者出手。 说吧, 其中一个太医看到了我, 赶紧开口道, 皇后娘娘, 您快来救救陛下吧。 我冷冷地瞧了她一眼, 王太医莫不是记错了。 我早就不是你们的皇后, 还请日后不要如此称呼。 太医没敢说话, 周军毅此时趴在床上, 看见我前来, 努力想要坐起身。 可是双腿已经没有任何知觉, 而身上只要稍微一动, 就痛得让她难以呼吸。 向荣, 向荣, 你快救救我, 快救救我好不好。 赫凡跟在我身后, 他从手里掏出了一个瓷瓶。 这次下山, 为了以防不测, 长老给了我们不少丹药。 这瓶丹药, 可以解他身上的腰毒。 说吧, 赫凡就将那瓶丹药递给了我。 向荣, 你快给我, 给我。 听着赫凡的话, 周军毅眼里闪着西季的光, 不断伸着手, 试图从我手中拿到那瓶丹药。 我冲他晃了晃, 想要啊。 周军毅点点头, 向荣, 等我恢复好。 我就重新立你为皇后, 其实我最爱的始终只有你一人。 沈荣儿, 不过是年少时得不到, 才让我念念至今。 可如今我真的明白, 从头到尾, 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天开始, 我心里就只有你一个人。 他在深情告白, 我再倒药。 瓶子里的两颗丹药被我倒了出来, 然后我当着周军毅的面, 将那两颗丹药慢慢送至他手边。 在他即将伸手拿到时, 瞬间握成拳头, 接着那两颗白色丹药, 在请客间就化成了粉末。 我特意将手拿得远了点, 然后将那些粉末全部撒了出去, 一点都没让他沾到。 花响容, 你在干什么? 你为什么要把这两颗药给毁掉? 周军毅愣了好一会儿, 随即就是大声咆哮。 他死死看着我, 没了先前那副柔情模样, 满眼都是愤怒。 也对,毕竟就冲他现在 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 就算有再多的爱, 可如今于他而言最重要的事情, 依旧是能够拥有一双健康的腿, 以及去掉身上这些 令他灼烧疼痛的伤口。 但, 我又怎能如他所愿呢? 我为什么不能毁掉? 要是我的, 我想给你就给, 可若是我不想给, 你又能奈我何? 我这话说得极狂妄, 尽管这是在深宫, 尽管周围一堆宫女太监, 可那又如何呢? 若非周军毅一意孤行, 满脑子都是情啊爱啊, 也不至于忘记那么重要的事情, 导致京城局面一度失控, 才会惨死那么多人。 那些百姓无辜, 我的山奈也无辜, 所以, 自然得有人为这些 无辜枉死的人赔命了。 身为帝王, 你未能尽到自己职责, 并没有保护好你的子民。 这样子的人, 又如何能够堪当大任呢? 说吧, 我转头看了一眼宫殿外, 这时候大军, 应该已经陆陆续续进入宫门了吧。 忘了同你说, 进宫的时候, 我遇到了周又卿, 就是你那个堂弟, 齐王的儿子, 当初你同我说, 先皇没有治理天下的才能, 你便同齐王这位王叔一起造反逼宫, 可他却半途反水, 差点害死你。 最后, 你好不容易登上了皇位, 先皇被你所求, 齐王就死在了你登基那天, 至于你那个堂弟周又卿, 为人放荡不羁, 也早早逃命去了。 我说着话, 也在瞧着他脸上此时多变的神色, 谁曾想, 刚就遇到了周又卿, 他谈吐不凡, 品貌端正, 似乎并没有你说得那么不堪吧。 我也问了一些旧人, 好似周又卿的品行, 似乎才更像一个帝王, 所以他今日前来, 一味付报仇, 二来便是夺回当初 本该属于他自己的一切, 本就已经残废成这样。 如今连唯一的皇位也保不住了, 一朝从云端摔到泥底, 对于一个曾经做过皇位的人而言, 那该是彼此还要痛苦的吧。 但, 我心里很畅快, 即使曾经同他相识四年, 夫妻三载, 可这些情分, 早就在我知道他背叛我的那一刻开始, 全都化成了灰烬。 花响容, 你究竟有没有心? 我们曾做了三年夫妻, 我对你那样, 就算最后我做错了, 可我对你的心始终没有变。 你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 好, 就算你不愿意给我机会, 为什么连丹药都不肯给我? 为什么眼睁睁看着我的皇位被他人夺走? 你就这么恨我吗? 周军毅一声赛过一声高地怒吼, 他很不甘心呢。 不甘心, 我没有像其他女子那样, 因为她的薄情寡义而心灰意老, 不甘心, 我没有因为她的疑情别恋而忧愁伤心, 更不甘心她明明已经道歉我却不能够选择原谅。 可, 凭什么? 周军毅, 做错事情的人是你, 从来都不是我。 我是林念, 是先门弟子, 是掌门林黎幽, 自幼悉心教导的亲传弟子。 我身上肩负着的职责, 是除魔未到, 庇佑天下苍生。 而女情长, 本就是一场错误。 如今拨乱反正, 也算是给这件事情画上一个圆满句号。 周又卿当上了新一任帝王, 他人真的不错, 这次京城之变。 因为周军毅的粗心, 不知道枉死了多少人。 而本就一直在躲避追杀的周又卿, 却能够不顾自身安危, 在这种时刻挺身而出, 带领着部下保护京城百姓。 至于周军毅, 一个落败的帝王, 自然没有什么好下场。 同他之前所做的一样, 和在上一任的帝王周玄景, 一起被关到了深宫地牢里。 周玄景被关在地牢中将近十年, 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帝王, 如今已经变得有些疯疯癫癫。 浑身上下都脏兮兮的, 头发上还有跳蚤。 他整日就靠在墙边, 时不时咬破手指, 用着鲜血在墙壁上描画着一个女子的侧眼。 当初, 黄叔和这壁画上的女子本是令人惊羡的帝后。 奈何色衰而爱迟, 黄叔终是负了有心人。 那女子心灰意冷后, 最后选择离开了京城, 如今应该过得很自在了吧? 毕竟, 别了负心人。 周又卿说罢, 也忍不住摇了摇头。 周玄景如今像是 已经完全听不到别人说话的声音, 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最终喃喃自语, 殊荣, 屈殊荣, 你回来, 回来好不好。 殊荣,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则, 如今才后悔, 果然是活该。 而另一侧牢房里的周军毅, 他身上继续被腐蚀着, 稍微靠近一点, 就能隐约闻到一股腥臭味。 我捂着口鼻, 但也没有靠得太近。 就像当年他将我困在宫殿中, 害怕我是个妖怪, 用铁链锁着, 他却自己怎么也不敢 踏进宫殿半步。 如今, 算是换成我嫌弃他了。 殊荣, 你来看我了。 他咧着嘴想笑, 可不笑还好, 笑起来嘴角那块腐烂的肉, 就愈发变得恶心。 我用帕子捂着口鼻, 点点头, 是, 来看你死没死, 居然还活着。 看来是老天爷都看不惯他的所作所为, 因此才让他苟言残喘, 毕竟就他此时这副模样, 多活一天都是一种残酷折磨。 闻言, 他眼中光芒暗淡, 你就当真如此恨我吗? 不然呢? 周军毅, 从前是我眼神不好, 才会喜欢上你。 这本就是我人生最大的污点, 我日后想起来, 也只会日日懊恼悔恨, 觉着自己瞎了眼。 我也从不觉得 曾经那三年有任何美好, 因为那时的我没有记忆, 忘却了我本该坚守的职责。 所以, 像你这样自私自利, 胆小怕事又护不住百姓的帝王, 早就该去死了。 活着也只是浪费饭菜。 沈荣儿醒了, 这次是真正的沈荣儿。 她的确像外界传言那般, 明媚开朗, 即使被九尾狐妖 占据了身体整整七年, 甚至等到醒来, 发现自己还怀了孩子, 也只是崩溃了那么一会儿。 但很快, 她就重新打起了精神, 沈荣儿主动来见我, 并且告诉了我一个大秘密, 她也不是真正的沈荣儿。 她叫苏琪, 来自另外一个世界。 早在当年落水时, 真正的沈荣儿就已经被溺死在了池塘中, 而她不过是恰好穿到这具身体里的异式之人。 我们家族的女孩, 每个人在成年时都有着各自的命运。 比如我, 被迫来到这里, 再找到一个真心相爱的男人, 和进入仙门, 从此绝情断爱里, 需要二选其一。 我回忆着当初京城里对她的那些传言, 所以, 你选择了后者。 苏琪点点头, 她面前放了一碗刚端上来的堕胎药, 此时还滚烫着。 我们家族大多数女孩都会遭遇情结, 太惨了。 既然我能够有所选择, 那我当然是选择后者了。 可惜我才出去闯荡不久, 就被九尾狐妖占据了身体, 导致我现在都没有找到仙门所在。 不过, 幸好我遇见了你。 她冲我眨眨眼, 我便明白了她说这话的意思。 你想跟我回宗门? 苏琪脸上的表情严肃了起来, 她一字一句道, 我明白进入仙门, 成为仙门弟子的责任, 也早就做好了准备。 与其跟一个男人情情爱爱, 肝肠寸断, 还不如成为仙门弟子, 日后学成下山, 就可以除妖降魔, 还能保护天下百姓。 我觉得, 后者更有意义。 云宗不会拒绝任何一个真心求学的人。 尤其我能看得出, 苏琪也的确是一个有着仙根惠谷的人, 本身天赋就比普通弟子要强, 的确很适合成为一名仙门弟子。 我问她, 那你当真决定, 不要肚子里的孩子了? 这一切本就是个错误。 而这个孩子, 也不适合来到这个世上。 沈荣儿说这话的时候, 眼里并未见丝毫伤心, 那碗堕胎药已经逐渐放凉, 她很是痛快地全部喝完。 则, 好苦。 因为苏琪堕胎, 得做个小月子。 因此, 我并没有跟其他师弟师妹们一同回灵山, 而是晚一个月出发, 边走, 边去赶跑那些试图对附近百姓造成困扰的要挟。 苏琪照顾着那个小婴儿。 这个小女婴的所有亲人都死在了那天晚上, 谁也不知道这个孩子的姓是什么。 山奈为了保护这个孩子而死, 所以我做主, 让这个孩子跟山奈姓, 姓叶。 就叫叶云昭, 往后她便是我的亲传弟子。 我会倾尽自己所能, 让她成为一个正直善良且勇敢的女子。 我和苏琪就带着小云昭, 一边除腰, 一边赶路。 途经一个小镇时, 有个小男孩穿得破破烂烂, 跪在地上。 他胸前还挂了一个卖身藏母的牌子, 有许多人围在那里, 敲着牌子上的字, 然后哄堂大笑。 说一个男孩子, 又如何能够学女子卖身藏母来得更容易呢? 惹得苏琪, 差点撸起袖子打人。 但有两个女子前来, 为首的那女子给了那小男孩一定银子, 替她葬了母亲。 我原也没有太过于在意, 只是想将身上的盘颤, 留下一半给那小男孩, 让她日后得以生存。 结果就听到有人唤那女子的名字, 曲疏荣。 我忽然就想起了那间昏暗地牢里, 那个奄奄一息的帝王, 咬破手中鲜血, 一点点在斑驳墙面上画下的那个侧颜。 的确同面前的女子模样, 有着八九分相似。 但我并未出声打扰。 曲疏荣似乎在这个镇子上开了一间客栈, 我也因天色渐晚, 又带着一个小婴儿不方便, 所以去了她开的客栈, 暂且休整一晚。 客栈不大, 但是乔这四周都布置得很是精致。 曲疏荣作为老板娘, 大多时候也会亲力亲为。 她脸上的笑容甜静, 一副岁月静好模样, 是个不可多得的美人。 或许是因为我在那里歇了两日, 又带着一个小女婴, 便也多了一些交谈。 她说, 当年我错爱他人, 好在悔过极时。 如今带着我的红袖, 在这个小镇上开着一家客栈, 闲来便去游玩, 春赏花, 夏彩河, 秋摘果, 东赏雪。 日子过得很是快活, 如此便好。 我又要继续赶路, 而那先前所帮的小男孩, 在得知我是仙门弟子后, 便跪在我面前, 请求我能带他入仙门。 我倒也没有直接应下, 只是说, 我能带你上山, 至于是否有资格成为我宗门弟子, 这便是靠你自己了。 她喜极而泣, 跪在地上连磕了三个响头。 苏琪赶忙将她拉起来, 我问她, 你叫什么名字? 沈济白。 三个月后, 我终于再次回到了宗门。 师父见到我, 没有想象中的热泪盈眶, 而是单手撑着下巴, 一副打去模样, 怎么也没想到, 我最是聪慧的徒儿, 竟然有朝一日, 会栽到一个男人手里。 得, 有一种大事不妙的感觉。 果不其然, 自我回到宗门后, 每当我教授师弟师妹们建法时, 他们总是忍不住 会问我在人间的事情。 每到这时候, 我就愈发想找一个地方钻进去。 但也因为这件事, 我下定决心修无情道。 虽说此法真正能够修炼成功的人, 几乎没有几个, 但我坚信, 我定会成为宗门第一个 修成无情道的女弟子。 我担心修炸过去。 能这一位那样的力量。 这就是… 我们讲都没有这样, 我一定不认可欠, 优先一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